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所面临的重重挑战 这位政治人物最近因涉嫌利用选举补助款进行不当消费 而引发了巨大的风波 4300万元新台币的豪华办公室购置丑闻 更是让他陷入公众的质疑之中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 柯文哲依然决定请假三个月 暂时卸任党主席并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 然而这场政治风暴并不仅仅止于此 柯文哲的困境与台北市议员应小微的京华城案密切相关 该议员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拘留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司法调查 这些事件不仅对柯文哲的政治生涯造成了重创 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政治人物透明度和责任感的深刻反思 柯文哲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希望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变得更加成熟 但即便如此 对于他的解释 外界仍有不少怀疑声音 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策略 并不能真正平息公众的不满 未来三个月 他如何重建信任 面对这场危机 将成为我们密切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湾政治近日掀起了一场旋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陷入了政治线金丑闻的漩涡 据报道 柯文哲被指控在选举期间 利用4300万元新台币的选举补助款 购置个人办公室 这一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 在台湾政坛引发轩然大波 面对指控 柯文哲于今天下午召开了一场 备受瞩目的记者会 他在会上深深鞠躬道歉 并宣布请假三个月 暂时卸下党主席的重担 等待党内彻查结果 柯文哲在记者会上 显得格外真诚和沉重 他表示对此次事件感到深深地抱歉 并声称所有资金都在 只是会计师登记错误 以及竞选总部 未能及时复合所致 他在会上坦言 如果有机会重来 他一定会更加谨慎 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 这番话语 无疑是对公众和支持者的一种安抚 但也隐含了对自己失误的深刻反省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 源于媒体的爆料 指柯文哲在选举期间 使用补助款 购置了一处豪华办公室 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 柯文哲的每一个举动 都受到严格的审视 公众认为 作为政客 柯文哲应该对公共资金的使用 更加透明和负责 然而 此次事件显然让他的公众形象 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平息质疑 柯文哲选择暂时离开公众视线 已是对调查的尊重 在记者会上 柯文哲还提到 他将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深刻反思 并希望通过这次风波 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他还强调 虽然暂时离开了党主席职位 但他依然会关注党内事务 并为党的发展贡献力量 柯文哲的决定 得到了党内外一些人士的支持 他们认为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显示了他对党和公众的尊重 然而 也有一些人对他的解释持怀疑态度 认为 这是一个暂时的策略 试图平息公众的愤怒 无论如何 这场风波 无疑对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放大镜下 这次事件不仅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 也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 在未来的三个月里 柯文哲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如何重建公众对他的信任 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事件都将成为 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与此同时 柯文哲正面临更为复杂的司法风暴 台北地检署正在侦办金华城案 并查出在澄清过程中 存在贿赂行为 周二 台北市议员英小威 因涉嫌此案被拘提 周四检方 对他和微经集团主席沈庆京 申请积押禁建 传言称 柯文哲将请假 暂时卸任民众党主席职务 虽然这一消息 尚未得到他本人的确认 但已引发广泛猜测 京华城案的核心在于 微经集团希望通过放宽容积率 来增加建筑面积 从而获取更高的商业利益 英小威作为台北市议员 涉嫌利用职务之变 收受巨额贿赂 替微经集团在市府施压 推动容积率放宽 这一行为 不仅涉嫌违背了法律 也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 简连调查显示 英小威在多次会议中 积极为微经集团发声 甚至在一些关键决策时刻 直接向市府官员施压 要求他们支持放宽容积率的提案 为了掩盖其行为 英小威还通过复杂的财务操作 将收受的贿赂款项 转移到多个账户中 试图逃避法律追查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经 在这一案件中 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不仅是贿赂的提供者 还在幕后策划和指挥整个贿赂行动 沈庆经利用其在商界的影响力 试图通过非法手段 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 最终导致了这一贪污案件的爆发 此外 吴顺民作为微经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 也在这一案件中 负责具体操作和执行 他与英小威密切合作 确保贿赂款项能够顺利转移 并在关键时刻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掩护 这一案件的曝光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市民们纷纷对涉案人员表示愤慨 认为他们的行为不仅违背了法律 也严重损害了公众的信任 简连表示 将继续深入调查这一案件 追查所有涉案人员的责任 并确保每一个违法行为 都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 简连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监督 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京华城案不仅是一起贪污案件 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次严峻考验 通过这一案件 社会各界再次认识到 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监督 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行为 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柯文哲的政治线金丑闻 和京华城案 无意为台湾政坛敲响了警钟 这些事件不仅暴露了政治和商业领域的深层问题 也提醒所有公众人物 在面对权利和金钱时 应保持高度的警觉和道德自律 未来 柯文哲和相关涉案人员 将如何面对司法审判和公众的质疑 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这场风暴的最终结果 将对台湾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柯文哲请假三个月 自请调查这件事情 首先我要说 这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你想想看 谁会在风头上 还敢继续擅自行动 柯文哲选择暂时离开公众视线 正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争议和误解 他知道公众对他的期望 所以他选择了自我反省 并且希望通过这次事件 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楚天书 你这番话 可真是把柯文哲说成圣人了 请假三个月 更多像是一个甩锅的策略吧 你看 这不就是个绝妙的障眼法吗 他知道公众的记忆是短暂的 三个月后 谁还记得他曾经发生的那点事呢 而且自请调查 真是滑稽 当代的政治人物谁还不知道 自己人调查自己 那能有啥结果呀 这顶多就是拖延战术 让公众的愤怒冷却下来罢了 谢奇奇 你这话也未免太刻薄了吧 你知道吗 历史上有很多政治人物 在面对争议时选择自我反省 并最终赢得了公众的尊重 比如南非的曼德拉 他在被关押多年后 仍然选择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并最终成为了全世界尊敬的领导人 柯文哲的行为虽然不能和曼德拉相提并论 但他至少展示了一种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 哇哦 楚天书 你的比喻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但有点过头了吧 把柯文哲和曼德拉相提并论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你知道曼德拉受了多大的苦吗 柯文哲不过是请假三个月 这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再说了 历史上有多少人在争议面前玩鸵鸟政策 最后不了了之的 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最后还不是被迫辞职 柯文哲这招 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经典示范啊 好吧 谢琪琪 我承认曼德拉的例子有些极端了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在面对莱文斯基事件时 也是选择了公开道歉 并请求公众的原谅 最终他还是度过了这场政治危机 并继续为国家服务 所以说 柯文哲的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他愿意面对问题 承认错误 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楚天书 你这次的例子 倒是有点靠谱 但是你忘了 克林顿可是个政治老狐狸 他虽然承认错误 但也没有真正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 而柯文哲呢 他的请假三个月看似有诚意 但其实背后有多少猫腻 我们不得而知 公众需要的是透明的调查和切实的结果 而不是一次漂亮的公关秀 与其说这是积极的态度 不如说这是一次高明的危机公关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